DYG官宣小义离队引争议 评论区的言论太炸链 一诺登上人物粘度面孔 排面拉满 缩爱一番话引泪目 猫神节奏带的飞起 伴随着无畏确定转辅助 原以为小义官宣离队 并不会引起太大的争议 没想到 DYG官宣小义离队 评论区的言论依旧很炸链 很多粉丝都拿出曾经小义说的一句话 用来嘲讽他 如今被刺 可能大家都觉得 小义要是不来 Hero 无畏应该不会转辅助 虽然确实存在这种可能性 但是既然已经小义跟无畏已经决定了 只能是选择相信了 如果小义的表现非常差的话 无畏就算重回 打野位也可以的 就像心疼一样 然后就是一诺登上人物粘度 面孔排面拉满了 AG在2023年真的是赢麻了 亚运会冠军 挑战者被亚军 是冠冠军 一诺拿到首个射手 FMVP 可惜的是 春季赛猫神休息 AG要迎来一段时间的阵痛期了 特别是揭幕战打的是TTG 然后就是FLY一方画影类目 自从他转回去 RW不用像以前那样找车队了 现在他自己已经有了固定五台车队 只能说FLY为了回到赛场 也是尽全力了 你没有兄弟 不是 我等会来打五排 我有兄弟五排了 我陪你闹一会儿 有兄弟了 有兄弟了 我有车了 我只是过来跟短生聊聊天 我跟你讲 我这个头像 不管是谁我都振得住 你知道吗 我就往这中间一坐 知道吗 曹生 这是谁 这是谁 这是未来的冠军教练 这是谁 记住 记住他的样子 记住他的样子 他是未来的冠军教练 记住他 最后就是猫神 节奏带着飞起 RW新教练 邢天身在曹银新在汉 拿了两份工资 属实是有点亏贼 我认 我认识 你又认识我 你不是去微博吗 谁说去微博的 你说去微博的 微博你发工资了 你不去微博 真的假的 你自己说的 谁说微博就发工资 你说的 你别搞 你 你真是 W1 你真是能带节奏 真是能带节奏 我也是 我也是兄弟们 我打微博那把 唯一的缺点就是 那把雅典那把没选夏洛特 好吧 唯一美中不足 哎呀老干爹可以的 老干爹有说法的 我都说我们这组都是强队 贼难打 三组就是最难打的 二组什么说 哎呀二组都是强队 贼难打 就比我们三组稍微好打那么一点点 一组 一组也都是强队 就是比三组跟二组稍微弱一点点 总的来说 这次转会期 节奏不会断 甚至整个春季赛都是节奏 比如Fly跟九尾上场 都赢了老东家 两边节奏都不会停 至于AG在2023年赢麻了 2024年就不太清楚了 但应该不会调出S组 大家觉得呢